周深的十大美德 礼貌 你是人吗 耐心 什么都要问 你是没有网 还是没有听歌的软件 谦虚 我现在妆发齐全可好看了 关心 你有事吗 你礼貌吗 情绪稳定 傻瓜我 健谈 就这样吧 拜拜 诚实 我又没有赐到你的爱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坚定 不要尝试用我的表情包 来讨好我 自己去 排出所 自首吧 逼掉 周深 好用 好奇怪 我会说 你好吗 离开的人啊 其实要说的话 很多会很想知道 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你都发生了些什么 包括就是 我所可能之前 一直在想念的人啊 或者是很多 之前自己觉得很遗憾的事情 他们在那边 是不是都很好 因为我觉得花开忘忧 这首歌 告诉你所有的遗憾 它都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去弥补的 所以希望能够在平行时空的你快乐吧 然后我也会在这边的我 好好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因为如果我不好好在这边过好自己的生活的话 就会让之前的那些遗憾变得更大 然后又会产生新的遗憾 所以这首歌也是想告诉大家 如果有任何的遗憾 都要相信它会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去弥补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时空 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好好过好我们的生活 然后尽量避免遗憾 说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可惜你看不到 不能发语音 我打了个什么字 不能发语音 不能打字吗 出发烂了 因为我是歌手 我要想尽办法保护自己 自己的嗓子 哎呀我画嗓子吃饭 为了和你说话 伤 伤着 嗓子 你负责吗 哇 带戒指打戒指 戒指打字 戒指打字 带戒指打字 好辛苦啊 你负责 以为 你是 谁呀 做个人吧 我来偷哥哥的心了 自己都用 偷了 自己去 派出所 自首吧 我们 不允许 坏人 在外面 逃 掉 禁止语都不回 就是说他问的时候的问题我都不需要回吗 那我问他了他为什么就不回呢 你是谁 名字 主机身份证号 告诉 如果你不说 你就对不起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 突然开始键盘攻击 哈哈哈哈 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吗 不是群主 有没有可能你看到我的时候并不是我最好的状态 与你无瓜 好的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反正我不是和你聊天来放松身心就是 会唱唱歌啊 看看电影啊 吃吃东西啊 都是自己喜欢的放松方式 哎 虽然我有看到过他们都说很想要辣椒面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不太好吧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到辣椒面在运输过程中 天气不好啊什么之类的会变得不好吃 或者是相对来说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让他成为大家一个永远的念想吧 相见不如怀念 我说的就是辣椒面 对呀